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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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姓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夏朝 南齐南梁西梁三朝他的国姓都姓秀 在宋版的百家姓中秀姓排名第99位 但凡看过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的 同学肯定都应该知道 当时那个男主角乔峰 后来就改回叫萧峰 就是因为他发现他自己的身世是什么呢 就是辽国皇后蜀山大帐的亲军总教头 萧远山 那是他爹 他是他儿子 因此他就改回叫萧峰 那么辽国皇后这个萧姓是怎么来的呢 还真有一段典故 哎 我们这一节会详细讲 在详细讲之前呢 还像惯常那样提醒大家 多发弹幕 多交流 哎 梅老师会有彩蛋赠送给大家 如果我们细读辽史后妃传 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记载什么呢 辽太祖耶律阿宝基 当时他非常羡慕汉朝的 汉高祖刘邦君臣世纪 因此他把自己的祖母母族 契丹以氏氏和巴里氏 这两个部族都次姓为萧姓 而他本人的耶律皇族呢 汉姓应该就是刘姓 为此呢 辽国皇后一族的萧姓 实际上是属于次姓 由此可见呢 耶律阿宝基他自比汉高祖刘邦 同时呢 还认为皇后家族是非常重要 犹如西汉时期的相国萧和 像那种具有非常强有力辅佐能力的 这样的家族 我们今天讲阿宝基的时候也说过 契丹部族 原本是没有姓氏 数百年间都没有 那么根据契丹国治不足治记载呢 契丹部族本无姓氏 为各以所居地名乎之 至耶律阿宝基便家为国之后 便以所居之地名曰 世里浊姓 世里者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 那么这个记载中的上京 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 世里的汉裔就是耶律 阿宝基在他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了耶律二字 耶律也就成了契丹皇族的姓氏 由此可见呢 耶律实际上就是最早阿宝基他们家的居住地的地名 既然从耶律阿宝基时代 他已经给他的皇后一族赐行为肖了 那么阿宝基自己的皇后树律平 为什么不姓肖呢 一直史书就是记载树律平呢 这是因为真正把后族赐行为肖作为制度 是从谁开始的呢 是从辽太宗叶律德光开始的 叶律德光呢 又是阿宝基和这个树律平的儿子 所以辽史作者给树律平本人作传的时候呢 对他的名字就没有进行改动 实际上树律平本人也有一个汉姓汉名叫肖平 那么到了今天呢 这个肖姓呢 也见的不是说特别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1977年的时候 国家语言文字的工作委员会公布 那个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就将肖简化成肖 就现在大伙儿经常看见那个肖 但是没有注明什么呢 姓氏不在简化之列 因此大量的肖氏族人 他又被改姓为现在简写字的这个小月肖了 实际上这个小月肖在古代就存在 不肖子孙那字念肖 实际上是个不好的词 但现在呢 大伙儿是将错就错了 所以改回来的呢 也不好意思改回去了 也不是说不好意思 就不容易改回去了 身份证都变成这个肖了 实际上最早这字念肖 除了姓氏之外呢 七丹的国号在历史上 要过去四变动 公元947年 辽太宗 叶瑞德光呢 改国号为辽 那么到了公元983年 辽圣宗 叶瑞龙旭 又把这个大辽更名为大契丹 公元1066年的辽道宗 叶瑞宏基 又把这个国号恢复为辽 此后一直用辽这个国号 直到公元1125年 辽国被金国所灭 我们先天也讲过 辽太宗 叶瑞德光 在中原待不下去了 就率领军队呢 返回草原 这个回城过程中呢 暴死在鸾城 由此呢 辽世宗 当时是叶瑞德光的侄子 叶瑞软继位 叶瑞软呢 他的契丹名字叫乌 叶瑞乌 他是辽国东丹王叶瑞贝的长子 先前叶瑞贝和他弟弟 还有亲妈 树立平太后 两个人闹翻了嘛 带了一个爱妾 和他手下几个丛人 就逃到中原汉地 当时那后堂去了 但是在他逃跑的时候 并没有带上他自己的儿子 叶瑞软离开 叶瑞软的这个人呢 相貌堂堂 内心宽厚 而且呢 特别擅长骑射 因此 虽然他亲爹叶瑞被跑了 他的这个叔叔 叶瑞德光 姚太宗啊 并没有把侄子 这个叶瑞软杀掉 而是呢 对待他就像自己儿子一样 挺后代的 后来呢 叶瑞德光 这辽太宗 就以石敬堂的继承人 后进当时那皇帝石充贵 不肯称臣为借口 率领军队呢 大举入侵中原 叶瑞软呢 也是跟随在军中的 公元947年 契丹 军队攻入后进国都东京开封府 也是今天河南省的开封了 当时呢 石敬堂那侄子 后进的这个皇帝石充贵 投降了 后进就灭亡了 于是呢 辽太宗叶瑞德光就在开封宫中 把国号从契丹改为大辽 而且还改元了 改元大同 当时叶瑞软的风角是永汤王 所以就到那个时候 叶瑞德光和叶瑞软 那叔之二的关系 是非常不错的 那后面发生什么呢 由于在中原地区 虐待汉族百姓 四处烧杀潜掠 辽太宗叶瑞德光呢 最后呢 不得不率领军队呢 回撤到他草原地区 对这个汉地老百姓 包括那个军队 到处来攻击辽军啊 走到半路 他就病死了 这个时候呢 在军中跟随叶瑞德光 南征的那些文武大臣 都害怕叶瑞德光的亲妈 术律太后 回去之后 又再大开杀戒 不少人呢 又同情东丹王 叶瑞辈的遭遇 于是呢 就愤愤商议 在军中拥立叶瑞辈的长子 叶瑞软 进城地位 那么根据契丹的国俗 叶瑞德光死之后呢 当时还有两个人 要继承皇位的资格 一个就是叶瑞德光的长子 叶瑞警 一个呢 就是叶瑞德光的弟弟 叶瑞里胡 但是 当时所有人都清楚 术律平太后 平时最喜欢 就是她小孩 叶瑞里胡 但这个人性情残暴不然 因此大伙都不愿看到 这个人继承地位 因为知道他继承地位 不知道得死多少人了 为此呢 军中 那个南院大王叶瑞侯 还有北院大王叶瑞蛙 他们都认为应该当机立端 而且就没有把叶瑞德光死去 立刻告知树立太后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都知道 如果树立太后知道这事 她马上会立她的小儿子 叶瑞里胡 在辽国经常去继位了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当时这叶瑞软本人怎么想呢 开始也很犹豫 你看 自己如果为将领们拥立为帝 她就害怕她奶奶树立平太后 和她那叔叔叶瑞里胡 联手对自己展开功法 于是呢 叶瑞软就在军中找来 一个叫叶瑞安伯的商议 叶瑞安伯呢 是叶瑞蝶李的儿子 叶瑞蝶李呢 过去曾经支持过叶瑞软的父亲 叶瑞贝继位 这事儿 得罪了叶瑞树立太后 当时被处死了 家仇家恨呢 这个叶瑞安伯 就作为叶瑞软的亲信 这个时候就极力劝说叶瑞软 一定要当机立断 怎么劝的 你看军中这么多贵族王爷 还有所有的将士都支持你 千万不要丧失这个天赐的机会 死劝活劝 叶瑞软点头同意了 于是呢 文臣武将一起 就在辽太宗叶瑞德光领旧前 正式拥立 叶瑞德光的侄子叶瑞软继位了 当时的地点是在镇阳 镇阳呢 就是在那个叶瑞德光 死的那个河北南城以北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叶瑞软呢 就是历史上的辽世宗 辽国京城的树立平太后 得知孙子叶瑞软 被立为皇帝了 特生气 马上派他心爱的小儿叶瑞礼狐 率领大军攻打叶瑞软 结果呢 叶瑞礼狐不争气 大败而归 怒气冲天啊 树立太后亲自率领军队前往 双方就在黄河两端对峙了 大战一触即发 幸亏呢 当时大臣耶律乌治劝和 最后 树立平太后呢 和这孙子 叶瑞软就达成了横渡之约 双方啊 最终没有上演成 骨肉香残的那种惨剧 刘士忠叶瑞软继承地位 很快呢 地位稳固了 因此他就改元天路 不久呢 他奶奶树立平太后 和他叔叔叶瑞礼狐 又想一块谋反 刘士忠当机立断 马上命令人 把这奶奶和叔叔囚禁在祖州 也就是今天 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南 十房子村附近那地方 再后 这位刘士忠就遵他的生母 萧氏为皇太后 委派萧太后的族人 拉之撒谷为国舅 总览国内大权 辽国到了辽士忠时期 就深入汉化 他就把中原后进那套 汉族官制带到辽国 加上原来耶雷阿宝基时期 确立那官制 就终于使得辽国官制 形成独特的民族官制 辽士忠为了更好治理 国内的不同民族事物 就采取因俗而至的原则 形成了北南两套 完整的官制 也就是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 什么叫北面官制呢 也就是说辽朝契丹族的官制 官吏一律用契丹族人 他们掌领契丹族一切军政事务 也就是辽朝最高权力机关 为什么称为北面官呢 就是因为辽国有崇拜太阳的习俗 喜欢面向东方 而且是以左为上 因为辽国皇帝他大仗面向东方 北面就是左 因此呢 就是契丹 他们本族官吏的办公地点 同时在辽士忠呢 为了进一步完善汉族官制 又仿效唐朝的官制 设立三省六部 那一套完整的质地结构 以此来招赖汉族人 管理汉族人事务 南面官呢 主要由汉族人担任 也有契丹人在南面官当中任职的 他们都被称为汉官 这些人也都穿汉服 包括了契丹人 你只要是在这个南面官当中任南面官职 就穿汉服 南面官呢 是由于当时他们办公的仰仗 在辽国皇帝大仗的南面 因此称为南面官 就在右手 辽士忠叶瑞软 当成皇帝之后 许多先前拥入他继位那些贵族和皇族 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许多人原来和树立平台后有矛盾 等到辽士忠地位一稳定 还看到这些皇帝不断汉化 任用了好多汉人担任要职 这些守旧的契丹贵族们 他们又和辽士忠产生了新的矛盾 所以说辽国啊 这把龙椅还真不是这么容易做 面对这些契丹贵族皇族 那辽士忠又有什么对策呢 辽士忠天禄二年 就公元948年 叶瑞天德 叶瑞刘哥 叶瑞盆都 包括驸马萧翰这些人谋反 叶瑞天德呢 他是辽太宗叶瑞德光的第三个儿子 就是说辽士忠的侄子 刘哥是辽太祖弟弟叶瑞盈底时的儿子 也就是说辽士忠的堂叔 叶瑞盆都呢也是皇族亲戚 而那个萧翰呢 就是辽士忠的妹夫 事发之后呢 辽士忠也怒 立刻下招 诛杀了叶瑞天德 仗击他的妹夫萧翰 又把叶瑞刘哥 送到边缘苦寒之地 流放了 派叶瑞盆都呢 把他也给外放了 以此为惩戒 实际上呢 他当时唯一杀的叶瑞天德 也就是他的侄子 当时才15岁 是一个少年人 这个人都是被其余几个人窜到的 但这叶瑞天德 为什么他要杀呢 他是辽士忠叔叔 辽太宗叶瑞德光的第三个儿子 因此对他的皇位有直接的威胁 所以他也把他杀了 他以警校遥 转年 也就是天禄三年 就公元949年 驸马萧翰又和那公主阿布里 私下联络 明王叶瑞安端谋判 叶瑞安端是谁 他是辽太祖 叶瑞阿宝级最小的同母帝 所以说是辽士忠的叔祖 那么这个阿布里公主呢 还是辽士忠的亲妹妹 很快 这些人互相之间的 这个通谋的信件呢 就被皇族宗室耶瑞乌治得到了 马上报告给辽士忠 你看 如此的连判再判 辽士忠忍无可忍 派人把他的妹夫削悍 他就给杀掉了 还把他亲妹妹阿布里 也投入到监狱之中关押去了 在此期间呢 那耶瑞安端的儿子 耶瑞查哥挺狡猾 假装大义灭亲 主动揭发他父亲的罪行 在辽士忠面前指添发誓 痛哭流涕 由此就骗得了 辽士忠的信任 结果呢 辽士忠啊 只是把他的父亲耶瑞安端 贬到外地去统领军队 没杀他 继续还把这个耶瑞查哥呢 留在自己身边 看到这个情况呢 那耶瑞乌治就不断提醒辽士忠 也不应该倾信这耶瑞查哥 辽士忠呢 就认为耶瑞查哥是忠臣 表示说你看耶瑞查哥 舍弃他父亲 把他父亲都告发来辅佐我 肯定不会有什么事儿 当心者迷旁观者清啊 当时的大臣耶瑞无知就苦劝 耶瑞查哥这个人 竟然连他亲爹都告发 如此不孝之人 陛下您怎么能够相信他 会忠于您呢 辽国天路五年 就公元951年 辽士忠呢 率领军队呢 就南亲 为什么呢 当时是和中原王朝后周为敌的 北汉的小皇帝刘崇 这个国主 他的请求 他就是要过来帮忙 因此他率领契丹军队呢 就准备去过去打片架去 当时不少契丹的贵族首领 都劝他连年征战 民力损耗很大 希望皇帝您休养生息 辽士忠不听啊 枪发诏令 必须暗期率众南下 他自己呢 就统率自己的本部军马 在九月到达归化州的祥谷山 当天晚上呢 辽士忠呢 就在这个火山殿一带呢 这个刘肃 这时候呢 契丹各部首领 也都带领人马赶到这里 九月四日 辽士忠叶绿软 祭祀他父亲叶绿不义的亡灵之后呢 就设宴招待群臣 还有各个部族的首领 这时候 一直就怀有篡世之心的叶绿插歌 就觉得有机可乘了 亲自去见隋军的寿安王叶绿书绿 邀请他和自己一起起誓 叶绿书绿是谁呢 是辽士忠的侄子 也就是以辽太宗啊 叶绿德光的长子 起料呢 叶绿书绿呢 不听 不从 这事我可不敢干 匆忙之间 叶绿查歌呢 就去找谁呢 就去找叶绿盆都 叶绿盆都先前就因为参与叛乱 被辽士忠处理过 这个时候自然高兴 马上啊 听从叶绿查歌的他的建议 和他一起去干 于是呢 叶绿查歌和叶绿盆都两个人 就派人暗中在酒中下毒 把辽士忠啊 和他周围的几个人都迷晕了 趁此机会 叶绿查歌 叶绿盆都 包括燕王 叶绿迭拉 这些人 率领几个契丹部族酋长 冲入内障 就乱刀 把辽士忠给砍死 与辽士忠同时被杀的还有谁呢 还有辽士忠的生母萧氏 以及他的汉人皇后甄氏 甄氏是辽国唯一一位汉族皇后 这个是在先前辽士忠 跟随他的叔叔 辽太宗 耶律德光 攻灭后晋 那个是在后晋的宫中 这个甄氏当时是后晋的宫女 当时岁数挺大 都41岁 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个封印尤存的这个汉族妇人呢 当时还是辽国王子的耶律软 就痴迷上这个人了 把这甄氏带回辽国 倍加宠爱 而且封这个甄氏为皇后 毕竟那甄氏是汉人 当时就有不少辽国贵族表示反对 迫于这些内部压力吧 这个辽士忠就在天禄四年 就公元950年 又把自己原先的这个王妃 这个肖沙戈旨 策立为皇后 因此呢 当时辽国就出现了两个皇后 一个是甄氏 一个是那肖氏 耶律查戈这次叛乱 这个甄皇后 还有那辽士忠呢 同时被杀掉了 但这甄氏死后呢 始终就没有得到辽国正式的嗜好 辽士忠耶律软被杀的时候呢 年仅34岁 在位5年 这叛贼耶律查戈 把这个辽士忠给嗜掉之后 他就在营帐之内 他自己称帝了 那么这个士君的叛贼 他能够进一步掌握辽国这个全部的国权吗 我们下一集仔细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宋朝人有棉被 是有多幸福 我们要知道 宋朝以前啊 在我们中国 棉花是没有得以广泛种植的 就连棉花的棉字都没有 汉魏时期呢 棉花还只被称为是枝被 到了南北朝呢 就变成了极被 那么在没有棉袄棉被的时代呢 一般老百姓啊 只能用什么布头啊 蛀麻啊 动物的毛羽啊 来填充 来当被子盖 这种还算好的呢 有的人家呢 穷啊 只能用芦花啊 茅草啊 杨柳絮 来填充被子 那么这种被子质量特别差 败絮其中的败絮 实际上就是指这种填充物 到了南宋时期呢 福建路啊 广南东路啊 广南西路啊 江南川鼠一带 还就开始出现棉花种植业 那么根据宋代啊 当时这个记载啊 民陵以南多木棉 土人净之之 有志数千竹者 采七花为布 好极被布 宋朝人呢 也是根据从前的习惯吧 就把棉花叫极被 还常常称之为木棉 现在我们好多人看文献资料 很容易将宋代木棉啊 和现代的英雄树 尤其在广东地区的那木棉相混淆 实际上宋人所说的木棉 高锦树齿 二三月下肿 秋生黄花 其时俗时 皮四裂 中占 初如棉 哎 看这个记载就知道 啊 它所谓这个木棉 只能是现在的棉花 绝对不是说的今天的木棉树 当然了 棉花这个东西是不能直接用的 不管是你用于纺织也好 还是用做棉被的填充过也好 你首先呢 都得把它变成棉絮 哎 所以说这就要经过 这痰棉花的这 这样的一个过程 许多人以为呢 元明时期呢 才出现痰棉花的技术 实际上在宋朝史料当中 已经有了这种技术了 怎么记载呢 以竹为小工 千贤以痰棉 令其芸细 已经有这种记载了 也就是用弦工把这棉花弹得松软 然后呢 把它再塞进被套 最后呢 就能得到油软温暖的这种棉被 当时宋朝的人 拥有一床棉被有多幸福呢 南宋有位叫华月的读书人 他这个得到友人 赠给他一床棉被之后呢 特别高兴 所以说他就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这么几句 一床浪卷芙蓉奏 食福香虫锦绣开 不怕夜寒青斗杖 却朝春梦到阳台 所以说他当时得到 那床棉被的快乐 绝对是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 没说中国史 说这样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